你覺得是否有一個產品? 我覺得以奧博產品來說的話 它最重要是因為它是一個整體的服務 包括了從音體 然後中間的端體 然後再包括了音端的服務 然後這些其實它是一體的 所以跟傳統的設計人士比起來的話 它其實是需要讓奧博物需要去跑很多的各種地方來抽整個設計人士 另外的話因為我加了AI的服務 而且這個AI功能是要做到喜悦的狀態 對客戶來說它拿到的是一個真正的一個警報 而不是常常發生的價值 那這個準確的AI其實可以讓 像是保全業啦 或者是學校的設計人士 其實他們的能力可以達出的價值 然後減少這個客戶 或他們在使用的時候的一些困難 增加他們的效率 其實對資金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看到 在接下來幾年 AI變成是一個噴發的狀態 所以說我們公司身為一個在這個產業裡面的領先者 如果只是渡小月的話 基本上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從領先變落後的狀態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資金 然後來進入一個所謂的擴張模式 然後快速的累積我們在這種AI技術上面的能力跟經驗 所以不管是包括了人才的擷取 然後或者是各種leveling的人力啊 或者是新的產品的開發 新的feature的開發 那這些都需要錢 所以說其實 嗯 獲得了阿里巴巴的資金之後 其實跟我們來說在這邊有很大的幫助 那 接下來的話我們其實需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去開發一些新的AI的 feature 然後這些feature的話 慢慢慢慢的從 所謂的 呃 物件的政策 然後這樣移到 就變成像是 你Heavier的政策 然後甚至把建構出整個 整個AI 利用AI建構出整個故事出來